14岁的男孩还能长高多少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贺永静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 咱们大家都知道 男生和女生 他的青春发育期是不一样的 一般男生比女生稍微晚 两到三年 因此咱们14岁的男生 他可能青春期可能在12到14岁 有可能男生他可能刚刚进入青春期 因此男生的生长潜力还是比较巨大的 一般来说咱们在14岁进入青春期以后 咱们的小男生 往往他需要不能再进行 咱们万部的一个骨灵的测量 看他的生长潜力 往往需要做一个骨盆的X片 来看一下卡级 他的骨构的生长发育和闭合情况 一般来说14岁的男生 他的生长潜力还是巨大的 他可能就是可以再进行 4到6年的一个生长 主要我们还是要根据 这个X片的卡级的 这个骨构的发育 或者是闭合情况来判断 一般他能够 大部分的男生 他还是能够增长 20到30厘米 也就是占我们全身身高的这个18% 这个一个水平 所以但是呢 这个个体 人和这个个体之间的差异呢 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骨构闭合和这个闭合的时间 不管是闭合的时间还是发育的时间 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还是建议的 大家到医院进行做一个骨盆的 一个X片 来评估一下 他的生长潜力 如果你测量以后 他的骨构没有闭合 那么我们说 他还是具有生长潜力的 对14岁孩子来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第一呢 可以加强体育运动 多运动 晒太阳 第二呢 加强营养 多吃一些瘦肉啊 牛奶啊 补充一些钙剂 来促进他的生长 是可以促进生长的 如果你拍这个片子以后 发现他的这个 卡级的这个骨构啊 已经融合 那么这种呢 他的生长潜力呢 是比较差的 一般来说呢 他的长高的这个 希望呢 不是很大的